HIGH 大家好,我是貝爾 賽季過了兩個禮拜,各位玩到哪裡啊 今天來介紹一下一個熱門的後期流派 也是這次賽季新出的特性 召喚的第二個特性 衝鋒增長 目前這個流派是全部通過了 不管是山門海盜還是勇者45層 所以算是一個可以玩到非常後期的流派 但也因為是後期流派 招架相對來說也比較高 影片最後會附上所有天賦技能和特性 所以以想操作業的可以看到最後 那我們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首先介紹一下這個特性的機制 在使用召喚物技能的時候 會使召喚物擁有超窄這個屬性 而召喚物失去超窄的時候會啟動自毀程序 啟動自毀之後召喚會重向敵方 並且自爆 而自爆的召喚物會掉落機械零件 而失去零件會自動施放核心技能 核心技能也是召喚的話 就會變成一直召喚一直爆 整個流派就是這樣構建起來的 我們講講這個流派的重點 重點1 召喚物等級對召喚物的傷害是非常重要的 重點2 選擇機械所謂的理由是本身高爆率爆傷 重點3 召喚物攻擊與施放速度會影響召喚物去自殺的速度 講講這個流派比較重要的屬性 首先是召喚物生命 因為32等的特性 召喚物的最大生命會16%轉成自爆傷害 所以技能也要串機械改造和召喚物生命 再來是召喚物技能等級 當技能等級到了36等之後 召喚物最後來到最多數量6隻 這邊要注意一下 這邊的6隻的上限是無法突破的 就算裝備或是再增加召喚物數量都不行 還有最基礎的召喚物傷害要撐 還有冷卻速度 影響到流派的飽毒 還會影響到超載的冷卻時間 簡單來說 超載CD轉得越快 自爆的頻率越高 傷害也越高 所以屬性的部分是召喚物等級大於冷卻 大於召喚物生命 再大於召喚傷害 技能的部分使用兩組機械守衛 一組機械守衛串標記 當作觸發的媒介 一組放在核心技能 來讓他自動觸發 輸出最大化 觸發的那個可以換成召喚物生命 位移的方式選擇閃現 基礎CD快加上升高冷卻 變成一個很棒的位移技能 天賦的部分選擇召喚常用的機械師城和機械師 然後再選擇暗影速式拿取大量的冷卻時間 同時拿大量的技能等級 機械師城的第二個核心天賦選擇強力部位 加三召喚物的技能等級 機械師的核心天賦選擇碎殼來增加大量的生存 而獲得屏障的方式是下個核心天賦動能轉化 本身流派傷害非常高 所以這兩個核心天賦拿來換輸出 是更有效的點法 再來說說裝備的部分 武器的部分使用是單手法杖 然後做出兩個比較重要的詞綴 加二法術等級和加二召喚物等級 這兩條詞可以同時讓機械守衛同時吃到 所以兩把武器這樣選擇就能加8技能等級 還沒有做這把武器的時候可以選擇0流噪影 腰帶選擇遠點的寒冬 除了聚能祝福能獲得召喚物傷害以外 也提供額外的冷卻 但要注意的是 額外的層數必須大於至少的層數才能觸發 在挑選的時候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時選擇混亂中煙 拿到聚能祝福額外給的爆傷 剛好跟腰帶做一個搭配 槍鍵的話算是一個核心按鍵裝備 最重要的是下面的詞綴 盡量選擇90%以上 讓你的角色爆率和爆傷轉換到召喚物身上 鞋子的一條詞比較特別是冷卻 因為傷害夠了都在刷勇者之路賺錢 沒有跑圖所以後退上了冷卻 如果需要跑圖的話可以優先上移動速度 再來其他裝備的防禦詞拿生命和秒回和抗性 提升傷害的話選擇法術技能等級 以及冷卻還有爆肛 氣味部分打圖可以選擇3掉落 勇者之路可以選擇傷害 因為不吃掉落 特性的部分可以選擇12121 然後下面追憶比較重要的是混亂神域 拿巨能祝福的手段 會多4顆球 傷害也會提升很多 還有附加基礎生命那條很強 如果能搭配上自爆傷害是最好的 再來說一下輸出手法 基本上就是使用有標記的機械守衛 然後自動觸發串有召喚物生命的機械守衛 在打怪過程中喝藥水 按放出之後來提升傷害 傷害直接爆表 假人整條血量直接消失 單獨跳出的數字也得到最頂的2.1滴 然後觸發的技能不能一直按著 不然召喚物還沒自爆 就會因為新的召喚物上限而消失 從而打不出傷害 出出的時候記得要邊移動來獲得屏障提高生存 那後面就是操作業的部分了 如果這部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幫我按個喜歡 如果喜歡我影片風格的話可以幫我按個訂閱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轉給ki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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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